我剛說就是老共今天突然宣布 下午3點要開 重大緊急聯合記者會 大家幹嘛在這時候突然 有重大事情宣布嗎 所以叫做聯合專題記者會 然後這個內容什麼不講 相關部門是什麼也不講 保密到家 但是他就回想說 這個陳兵華在12號 記者會曾經說過 如果賴清德當局製造更多問題 支持依據相關規定 研究採取進一步措施 那這是什麼 所以就有人說 是不是把一個法給他取消了 結果最新消息傳來 發布新法制裁台獨 一共22條懲戒法理台獨 另外他發布 關於依法懲治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自發布之日起實行 共有22條定罪良行的規範 另外他說對於這種頑劣分子 絕不容忍 絕不姑息 絕不聽之認之 必須反制 那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5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司法部 聯合制定 印發了 關於依法 蠢治 台獨 頑固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於今天發布施行 那黃委員怎麼看 其實我想結論很簡單 他這個發布 終究其實是把 中國跟台灣之間 彼此的 這個互相看待的關係 越拉越遠 那當然他這個做法 很 我認為很明顯是針對 賴總統在520的就職演說 也就是這個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件事情來 可是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其實 這句話 其實在這段時間 台灣各家媒體 其實有去做了 相關的民意的調查 我們現在看到 大概有7成的人 即便不是綠營的支持者 7成的人都支持這句話 我們看到偏藍的媒體 也超過6成的人支持這句話 所以如果講這句話 是台獨的話 其實 這個 這個中共等於是他自己 去框了一個說台灣 六成七成的人 全部都是台獨 這樣子的一個範疇 那再加上剛剛 我們大概講到說 共機接下來 今天看起來 這34架 這樣子的來飛 所以也許 因為最近真的 中國的經濟狀況真的 非常的不好 那坦白說 內部也人心浮動 也許他是要透過一種 強硬的作為 做給自己內部的人看 但是你這種事情 越搞越多 我不知道他到底搞得喜不喜歡 但是你越搞越多 其實台灣人對於中國的看法 就是 或對中共的看法 其實就是越來越差 越來越不信任 甚至就像大家說的 其實這也沒有效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我覺得台灣社會對這種事情 越來越無感 可是很明確就是說 對於現在 就民進黨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是把我們現在 包括賴英德總統 其實在520提出來的 大政方針主張 爭取更多人的支持 只要這樣子的一個 剛才說到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個概念 被越多的比例的人支持 其實糗的或者是尷尬的 就是中共 不會是台灣 陳誠偉 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弄得緊急 而且又很神秘 端出來的 讓我們感覺到莫名其妙 而且懲戒台獨 應該是用軍事跟外交的手段 他現在是用刑罰 刑罰又管不到我們 這是內政的問題 又就是用一種內政 互不隸屬 互不管轄 所以這個沒有獅子的效果 但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劇本 是一個劇本的鋪陳 相對於民進黨 現在也在鋪陳一個第五重隊 一個第五重隊的劇本 一個想像 這個都只是一個開頭 大陸就會開始有一個台獨劇本 兩邊就開始在中這個劇本 後面就鋪陳出 越來越對立的 後續的一些措施 可能會端上來 我想說從520到現在 一個月 感覺上兩岸的關係 就是越來越 走得越來越遠 越來越冰冷 我想今天剛才 大家講的 他們這樣子的新聞發布 其實話講的就是 越來越重了 我要以後要怎麼來對付你 當然對現況 對現況是 我們的感覺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至少賴總統這四年 跟兩岸的交往 我相信可能 比前面八年還要來得嚴肅 這個禮拜一 我們看到英國金融時報的那個 我當天晚上 還有第二天晚上 跟幾個朋友們吃飯 大家都很高興 兩岸不要打仗 兩岸只要不打仗 習近平說他不會上當的 對 兩岸只要不打仗 台灣不會插到哪裡去 因為我們的有一群勤奮的人民在努力 在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今天 剛才新聞發布會 跟英國金融時報 他提到的 習近平跟范德萊 范德萊是親中 不是 反美親中 親中反美的 我講錯了 沒有 他沒親中 親美反中 他是非常強烈的人 習近平會透過他來傳這個話嗎 我覺得 這個也讓我們畫一個問號 但是總之 兩岸的關係 現在看起來 我們很難春暖花開 接下來大家最擔心的ACFA 我相信 這個是對台灣是會有影響的 往後兩岸如果越走越遠 這個越走越遠 ACFA遲早要去面對 陳柳 我覺得他這個 中國道路要處理台灣問題 大概分成幾個層面 他 剛剛大家在討論說打或不打 我覺得那是一個最後手段 因為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歡迎談不怕脫 準備打 他中間的變化型其實是很多的 你看像當初很神秘的說 要召開記者會 其實大家比較擔心的 其實是經濟層面的影響 換言之他除了用動武的方式去威嚇之外 用經濟的方式來強迫你 或者是影響你國內的政局 這件事情也是影響台灣的一種手段 但以最後公布的結果跟內容來看 看起來只是修正他們內部的 關於這些言論 或者是這些行為的一些刑罰 所以我覺得對內宣傳的效果 恐怕是大於對外影響政治的一個效果 這一點我覺得也沒有背離 中國大陸操作這件事情的主張 因為從頭到尾這個 相對的獨裁國家 他走的一種方式 一定是要控制國內的政局 這個才是他所有 不管是歷任的領導人的 第一優先任務 因為前面剛剛大家有討論說 哪一個習近平謝恩之前 一定要處理台灣問題 只有你今天講江澤民 謝恩前要處理台灣問題 胡錦濤謝恩前要處理台灣問題 但最後為什麼都沒有處理 因為這個問題相對來講 沒有比他穩定國內政局更加重要 但今天只修了刑法 不表示他沒有其他的方式 來影響國內的政局 這件事情我認為 不管是誰執政 都還是要審慎的應對 有配套的措施 才是比較務實的方法 連勝文最近不是講嗎 他到大陸去參加了什麼 海峽論壇 海峽論壇 他說大陸的民意 對台灣的敵意非常的重 對 十億人都要打你台灣 看你怎麼辦 也就是說我想 我們這邊沒有感受 大陸裡面大概 一般民間的反應 網路上的反應 對台灣是非常不友善的 所以他的官方可能對這些東西 也必須要有反應 不能通通不講話 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大陸人想打 習近平不打就可以就夠了 我是不太同意大家的講法 尤其是我不同意洪委員的講法 就是說是針對兩岸 或是兩國互不隸屬這句話來 我覺得沒有 這個一點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都講過了 而且上英文講的時候 美國沒有說默許 所以這一次他的就職的文告 也都再講一次 他如果不講 他如果不講 人家會說 你比蔡英文的立場後退了 他講一次 就是說我跟他一樣 起碼一樣 外媒的反應 外媒國務院 AIT 跟台灣民間絕大多數的人 都同意 所以洪委員還講說 越來越多人支持 我不同意用支持這兩個字 這是現象的認同 現象 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這樣要支持嗎 同意 這不需要 你是用支持 需要支持嗎 支持不來的 現象就是這樣 老共也忍了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要我跟他講 習近平說25年不打台灣 還有現在又言行軍法 處理台主分子 有矛盾嗎 沒有矛盾 這個要並行 因為我們已經有的人 拴習近平 你講那個不打台灣 這個是自己找下台階 因為如果你不打台灣 你就宣布放棄武統就好了嗎 這個是無知的亂講話 為什麼 他如果不打台灣 就宣布說 那我放棄武統 那台獨就囂張了 他這些一套 不必要執行 因為我們台灣的所謂 強硬台獨分子 如果老共就是說 我就是要辦你 他們會怎麼講 這是我一生最光輝的勳章 是這樣 所以老共也講 處理你們這些 我也沒有想要處理你們 你們該怕的怕 不該怕的不理我 我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要多線進行 老共還是滿厲害的 我同意你多線進行 多管齊下來 我做一個統治者 我是不打是我 最後我不會打你 但是下面要做什麼事 該做還是要做 那不是大家幹什麼 國軍他的解放軍 所以也都不必演練 也不必練習 大家都不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 國內既然反台的 反賴清德 反台獨言論 這麼強烈 他總是還要表示一些態度 不能對態度 都不表示態度 這跟習近平打不到台灣 跟10億人恨不恨台灣 是無關的 所以今天駛點 跟10億人恨在哪 還要說 我應該會拒絕 這就有一個問題 跟10億人恨 你應該會拒絕 你應該拒絕